各位新北市立图书馆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路爸爸 我是书本怪 还记得上一集 这个阿星要回到家里面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对啊 我好紧张耶 我等了一天 终于想要听这个故事 到底下集是发生什么事情的 好好 书本怪不要急不要急哦 来听路爸爸把故事进去说完哦 各位小朋友 后来这个阿星啊 回到家里面 刚开始这个后母跟姐姐 很热情的欢迎 来来来来 阿星阿星 好久没看到你了 来来来 妈妈抱一下 哦 这个姐姐请你吃的糖果啊 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哦 嗯 妈妈 姐姐 虽然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你姐妹对我很坏 可是这些礼物 这些衣服 要送给你们 谢谢你们曾经照顾过我 小朋友 阿星不知道 我一起在后面哦 后来啊 这个后母啊 跟姐姐就说啊 阿星你今天不要回去好不好啦 嗯 这样好了 你今晚就住在这边 你现在的房间啊都很想你哦 你养的小动物啊都很想你哦 你都多住一晚 明天再回皇宫吧 阿星想想嗯 好久没看到我养的小牛小小猫啊 还有小鸡啊 还有羊啊 好那我就陪他们一个晚上好了 小朋友 阿星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这个后母跟阿甘啊 就跑跑跑 用一个那个袋子哦 把阿星装在里面 把他怎么样 丢到井里面去 嗯 阿星就这样 被他们杀死了耶 小朋友 阿星没有办法回到皇宫了 这时候啊 阿甘啊 就怎么样跟妈妈说 妈妈 现在阿星 已经被我们 丢到那个井里面去了哦 现在我就是皇后了 你帮我扮成阿星的样子吧 我说阿甘怎么样 就扮成阿星的样子哦 然后就走回皇宫了 嗯 光我回来了 光我回来了 光一看 哎 你怎么胖了一些啊 哦 他们请我吃很好吃的东西啊 所以我变胖了哦 哦 你这个感觉好像有 哪里怪怪的啦 那国王是你太想我的啦 我拿怪怪的啦 好啦 国王我就回来了哦 我们就过着开心快乐的生活吧 小朋友 阿甘这个坏姐姐以为 可以过着开心快乐的生活 可是 有一天 突然外面来了一只小鸟 一只可爱的黄鹰鸟 国王你看 哎 来 皇后来来来来来 你看 最近国王我发现啊 那个黄鹰小鸟啊 在我的房间外面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好像啊 想要进到我的房间的 就说阿甘啊 想说 对啊 这个小鸟想进来 我就把门窗户打开吧 于是 她把窗户打开之后 那小鸟就要怎么样 飞进来咯 瓜 它是假的 啾啾啾 瓜 它是假的 啾啾啾 瓜 它是假的 嗯 这个小鸟会说话 什么叫做 它是假的 它是假的 啊 阿甘一听 这个声音不就是阿兴的声音吗 啊 墨碑 它变成了小黄鹰鸟 跑回来 告诉国王这个秘密 不行不行不行 来来啦 这个小鸟太恐怖了 会讲话 它是想要 这个伤害国 赶快把小鸟抓走 把他赶走 把他赶走 是阿兵哥啊 叫这个小鸟怎么样 赶走了 把他抓走 用那网子 把他抓起来 把他丢掉了 啊 还好 王没有发现这个秘密 又过了一天 哎 王后啊 你来看看 看 我的窗户外面 这个树怎么长的形状 很特别啊 这个树啊 形状感觉这个树枝 越长越高 越长越高 而且啊 往我窗户这边长 还每天晚上风吹的时候 就敲我的窗户 啾啾啾啾啾 好像什么事情 想告诉我一样 但他们也想进来 我的房间吗 就说 这个阿甘啊 可能是这个树 想要进来跟国王 房间里面也漂亮一点 来来 窗户打开了哦 他们要把窗户打开了 一打开之后 这个树枝怎么样 长得好快哦 咻 长进来耶 这个树也会讲话 他是假的 他是假的 呃 这个树怎么会讲话 他怎么说他是假的 谁是假的啊 呃 这个声音 难道是阿兴的声音吗 于是啊 呃啊 这个阿兵哥 来来来来 这个树恐怖 我会讲话 把它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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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我害怕了 于是 这树被砍掉了耶 小朋友 原来 这个树 跟这个小黄鱼鸟 真的是天上神仙 派阿兴来告诉国王 这阿甘是假的 对不对 这时候阿甘以为没事咯 这时候啊 国王走到果园里面 来来来 皇后 看看我的果园 今年我们的树子啊 种得很漂亮 很合口 来来来 我来看看啊 这个树子好不好吃啊 来人啊 帮我摘一颗树子给我吃啊 这国王把树子拿在手上 这要吃的时候 树子也说话了耶 国王 我是阿兴啊 你不要吃我啊 这个树子怎么说 它是阿兴不要吃它 怎么会这样呢 奇怪了耶 其实这个阿甘完了完了 它又变成树子了呀 国王 这个树子有点脏 我帮你洗一下 这老树 拉走了 窗户这个城墙外面 一丢 丢出去了 树子就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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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到这个卖菜老婆婆的手上 国王说 皇后啊 你不要把我的树子丢出去啊 国王 那个树子不干净不好吃啊 我们不要吃树子了 我们吃 吃苹果喔 我们吃别的水果好了好不好 好不好来 赶快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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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果业里面都是苍蝇啊 赶快回去拿回去 又过了一关了 小朋友阿丹以为没事了 这个树子啊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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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滚那个卖菜老婆婆的旁边 哎呦 哎呦 怎么从天上掉下一个柿子啊 来来来来来 这个柿子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我来咬一口 突然 柿子说话咯 老婆婆 你别吃我 我有话跟你说 哎呦 这个柿子会讲话啊 来我看看他讲什么话啊 哎呦 这么天大的秘密喔 好我我我我把你收留下来 我们想办法喔 原来阿兴变成了柿子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老婆婆 老婆婆每天晚上啊 跟这个柿子说 别怕别怕 好 把你放在这个万一月光下面啊 把这个神明保护你啊 有一天 这个柿子啊 突然不见了 哎 我这个柿子怎么不见了啊 被谁吃掉了啊 小朋友 突然 在房间里面做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就是阿兴 原来老婆婆啊 用心照顾这个柿子 上天感动了 让阿兴变回原来的样子 在房间里面等待老婆婆 阿兴就跟老婆婆说 谢谢老婆婆 你照顾过我 现在我该走了 哎呀 你不要走 来来来来 我觉得啊你太可爱了 而且你好可怜哦 你就把老婆婆 一起去这个菜市场卖菜 卖水果好不好啊 帮老婆婆的忙啊 好 老婆婆 我也不想当皇后了 我就帮你去卖菜吧 于是 阿兴老婆啊 就在卖菜了 小朋友 小朋友 有一件事情 阿甘有发现 就是皇上啊 这个国王啊 这个国王 他们这个 脖子上面 挂了一个项链 这项链啊 就是槟榔叶 做着一个很漂亮的项链 有像凤凰的翅膀哦 可这翅膀少了一半 原来另外一半 在阿兴的身上 这阿兴啊 在卖菜的时候很无聊啊 就把这个槟榔叶啊 折啊折啊折啊 也折了一模一样 凤凰的翅膀 有一天 国王跟这个什么阿甘 来逛菜市场哦 你看看 这个菜市场 賣了好多东西哦 有水果 有蔬菜 还有漂亮的吊饰啊 项链 这个项链 黄浩啊 你脖子上项链 跟这个一模一样 对不对 我们两个都有一个 他看见 国王你说什么项链啊 我问他 不是有个一模一样的项链吗 我的项链 太好了 我还要发现 他的项链 不是那个项链 他的项链没有 他是骗着大阿甘 这手不忘就说 你的项链呢 皇后 突然发现 路边这个小女孩 怎么会做这个项链啊 来来来 小女孩来来来 你跟我说 你怎么会做这个项链的啊 而且凤凰的翅膀 跟我身上一模一样 于是小女孩就把秘密 告诉了国王 国王一听 哦 难道是真的吗 你是假冒的对不对啊 你是骗人的对不对啊 嗯 嗯 对啦 我是阿甘 我不是阿兴 他才是阿兴 国王一听很生气 来来来 把这骗人的皇后抓起来 他们永远不能进皇宫 婚礼他们每天去奏菜 去做事情 做老公 好 我觉得什么样 他们都做事情哦 就不能再回到皇宫里面去了 这时候国王跟阿兴 又重逢相遇了耶 又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哇 好棒哦 阿兴啊 又回到国王的身边了耶 对呀 各位啊 还有苏本怪 刚才这个故事啊 就陆宝宝跟小朋友说的哦 这个叫做 古越南灰姑娘传奇 这是越南版的灰姑娘哦 苏本怪 刚才我说啊 要去泰国对不对 泰国有一个有名的童话故事哦 好 有很好听的故事哦 这个故事的名称 叫做影视与小老鼠 来 接下来陆宝宝跟小朋友分享 影视与小老鼠的故事哦 这个影视啊 就是啊 在这山里面 山洞里面 坐着一个修炼的仙人 他们可以怎么样 这个坐在这里面 想想啊 这个要这个 可以做什么 人生的大道理啦 坐这边休息啊 修行 以后可以变成神仙 帮助更多的人 有一天 外面好吵哦 嘲嵩 撤 超 难 Spa 喵 一枝又 说 小老鼠啊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跑来跑去 咕 著 影视救救我 什么事情来跟我说 有一只猫在嘴我 猫要把我吃掉了 咕 哎呀 老鼠本来就怕猫嘛 没关系 你跑快一点啦 我不想被猫吃掉啦 你自己帮帮我 我也想变成猫 你也想变成猫 好 我隐私把你变成猫 让你如愿吧 看看我的法术 咻 咻 咻咻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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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 这个小老鼠突然啊 隐私的魔法一变之后 它变成了一只可爱的猫咪 咻 咻 咻 谢谢隐私 谢谢你哦 谢谢你帮助了我 我变成猫了 我再也不怕其他的猫了耶 咻 好好好 你就过着快乐的生活吧 再见咯 咻 好 小老鼠把它变成猫了 它再也不怕猫了 或许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我继续的打坐修行吧 这时候 小朋友又过了几天 咻咻咻咻咻咻 这个猫又跑来了 哎呀 猫啊 你什么事啊 喵 你是啊 上次你把我变成了猫 现在我不怕猫了 可是 我怕狗 后面 一只狗要跑来追我耶 哦 猫本来就怕狗啊 没关系 你跑快一点 你会跳啊 喵 我不想啦 我想变成狗 这样我才不怕狗啊 喵 哦对 把你变成狗 你就不怕狗了 这主意还不错 好来来来来 你坐好 我来施马术啦 变 喵 喵 喵 小朋友 它变成了一只狗了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哎呀我真厉害啊 把一只猫变成了一只狗 好了 接下来你就不怕狗了 赶快出去玩吧 喵喵 谢谢以示 我现在变成狗咯 我再不怕其他狗来欺负我咯 喵喵喵就跑掉了 小朋友 这个以示把老鼠变成了猫 把猫变成了狗 这时候以为没有事情了 好 我可以好好的修行打坐了 这时候又提见 狗都为了好丑 喵喵喵喵 哎呦 发生什么事啊 喵喵喵 狗啊 你还有什么不服满足的事情嘛 哇 以示啊 你把我成老鼠变成猫 我不怕猫了 把貓變成狗 我也不怕狗 可是有老虎在追我 我怕老虎啊 你怎麼這麼麻煩啊 好啦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把你變成老虎是不是啊 對 把我變成老虎 我知道我就不怕老虎了 好 那我就把你變成老虎吧 來來來來來 來 變馬數囉 變 小朋友 他變成是大老虎了耶 好 現在你是老虎了 好 應該什麼都不怕了 來 趕快出去吧 不要在我這邊打擾我休息呢 小朋友 這也是把老鼠變成貓 貓變成狗 狗變成老虎 以為沒有事了 有一天 這個老虎啊 好餓好餓 哇 我怎麼找不到東西吃啊 我好想吃點東西啊 我想吃什麼呢 完了完了 老虎 老虎該不會想吃 對 老虎啊 走到了山洞口 看到隱私在裡面打坐 哦 我看到了 就是他 要把他吃掉 完了完了完了 隱私危險 隱私危險了 他把老虎 就自己倒霉了耶 這時候老虎走進了洞口 哦哦哦 我要把你吃掉 隱私一看 完了完了完了 那他怎麼要吃我了 於是我想辦法 啾 咚 又把這個老虎 變成了一隻 啾啾啾 小老鼠 哎嘿 太好了太好了 你是不是又被吃掉了耶 蘇本怪啊 這故事告訴我們好多好多小道理 對不對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能 自己的天職要做的事情 無法去取代別人 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啊 我有聽懂這個道理哦 隱私還好要把他變成老鼠 不然隱私啊 就被老虎吃掉了耶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們藉由閱讀 藉由故事 好我們來到了越南 來到了泰國 先聽了當地的有名的傳說的一些童話故事 希望你們會喜歡哦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好 我是鹿寶寶 大家好 我是蘇本怪 我們期待下一次故事再見囉 拜拜